就我分享一個 就是我的自己的一個故事吧 因為我在尼泊爾的時候 我就準備了來中國讀書 然後那個時候嘛 我的所有朋友們 他們都申請了美國 還是澳大利亞這種國家 然後他們就看我 他們每次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你就可以去美國的 你可以去澳大利亞的 然後你為什麼要去中國呢 然後因為可能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沒來過這裡 他們都不知道這邊的 然後我以前也來過中國 所以我的就是 我很想再來中國再學習 但是我說了他們也不懂 然後他們也很多時候會嘲笑我 但是那個時候 我可能就一點點生氣 但是又想來 可能我就不要理他們吧 因為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知道我想我想得到的是什麼 然後我就沒有聽他們的 還是過來這邊 我過來這邊還是很覺得我很幸運 然後也能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我特別喜歡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沒有必要跟他們解釋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幸福了 已經滿足了 然後他們說什麼 可能就對我來說沒那麼重要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就是覺得 這個最後的這個句子 對我來說是影響是比較大的影響的一句話 謝謝安安 謝謝四達